我的女儿经常用手摸和摩擦下体 有时甚至在公共场所也这样做 真是不知怎样令她停下来 小朋友可能会因为很痒而用手摸身体 家长要帮他检查一下下体 看看有没有发炎的现象 如果发现有红、肿、不寻常的分泌或者红疹等 就要带他去看医生了 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是由探索自己的身体开始 由于性器官较为敏感 在刺激之下产生兴奋是正常的身体反应 当小朋友发现原来摸性器官就有快感时 可能会摸得更加频密 如果她的行为纯粹是出于感官上的满足 你可以轻轻地将她的手移开 再分散她的注意力 如叫她帮忙拿着袋子 还要称赞她是个好帮手 有时候小朋友在紧张、不安或者纳闷时 都会不自觉地摸自己的身体 叫自己觉得舒服些 这些并不代表孩子有性需要 但家长要留意一下 她是否情绪不安 需要时安慰她 比方拥抱着她 问她是否因为某些事而感到不安 以及尝试帮助她解决忧虑 让她心情可以放松 千万不要用打和骂去阻下她 平日多一些与小朋友沟通 让她觉得你疼惜她就能够满足了 而不需要依赖刺激自己身体 来得到满足 儿子经常喜欢摸我的胸脯 我更衣时她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她也曾掀起女孩子的裙子来看 她会变成色情狂吗 正如刚才所说 两岁及两岁前的小朋友 都喜欢寻求强烈的身体上的满足感 妈妈的胸脯温暖又软绵绵 小朋友会不欺然地触摸一下 来寻求触觉上的满足 两岁之后 她开始对别人的身体感到好奇 注意到男女的分别 也喜欢用行动去观察和研究事物 所以会对其他人的身体感兴趣 这些都是小朋友求知的表现 并不是大人所说的色情 家长应该好好地把握性教育的机会 教她男与女和小朋友 与成年人的身体构造有什么分别 更衣或与小朋友一起洗澡时 是一个性教育的好机会 用适当的途径 满足她对别人身体的好奇心 这样问题就可以较容易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难为情 就不要勉强了 因为你尴尬的神态 反而会给小朋友留下奇怪的印象 你可以用娃娃或者有人体图画的图书 来辅助你讲解 你也要教她尊重别人 不可以随便看或者触摸别人的身体 除非得到人家的同意 除了尊重别人之外 也要尊重和保护自己 你可以趁机教导她 永依覆盖着的身体部位 是属于私人部位 不可以随便让别人看